蔡英文为什么明明就超收税收 我又不发钱 超收税收超收的意思是什么 就是你多收钱了 你多收钱不退钱哦 是不是 这不是很莫名其妙吗 我们要用1000亿来额外 来拨补我们老保和健保基金的财务缺口 是你超收应该是不对的吧 你怎么会多收我们的钱 你多收我们钱不还就算了 你去补贴老保跟健保 老保健保有问题 然后电费又有问题 这不就是你们政府本来出的问题吗 你多收我们钱 然后又跑去补贴你们出了问题的问题 你觉得民进党蔡英文蔡政府 有问题的打6好不好 应该不是我们的问题啊 你说老保健保大缺口 电费大缺口 难道你又要怪马英九吗 你觉得他会怪马英九的打9好不好 你执政已经6年快7年了 你跟我讲老保健保缺口 难道你要怪马英九吗 我先帮你讲出 我怕你之后会说怪马英九啦 就是你多收我们钱了 你已经很不要脸了 不然怎么会叫超收 超收 超收你们行政上面就是有问题啊 怎么会超收钱呢 我去吃流露面 把100块也揍我1000块 超收我900块 结果那900块说 我要补贴我们家的电费 我要补贴我之前 在开店之前亏损掉的那些租金 你说这样合理吗 你觉得老大这样形容你听得懂的打铃好不好 你超收我牛肉面900块 你说要补贴我之前 租金跟那个电费 你去笑你 超收第一个版就要还钱 不然怎么会叫超收啦 所以你之前收钱 收我们税金的时候都乱收的意思吗 老保健保亏损是你们政府自己的事情啊 你们自己没有去调配好的 关我们什么事情啊 我们每天上班 市农工商就很忙了 你们政府自己去管这些事情啊 啊你要怪钱场啊 你们执政快7年你要怪钱场啊 对啊 所以我今天在看那个新闻说 超收又不还给我们 然后理由是要补贴之前 政府的缺失的洞 这不是很奇怪吗